上上上上上 寻寻 打他呀打他呀 寻寻 对对对对 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耶 nice 寻寻 叫琴哥 我的喵的 哎不不不 干嘛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啊 忘了点什么 我忘了买装备 装备你个大头鬼呀 这一世快穿你是女主 喂 你在这打游戏 我怎么办 哦 对对对 快走吧快走吧 第1040集 数道目光 齐刷刷地 往前排贵宾席位上 扫射过去 最前方一排 据说是这次的主办方 那一溜的西装革履 一看就是精英人士 不可能是神尊玩家 所以 众人的目光 全部都集中在第二排 离得近的观众 挨个往死里盯 离得远的观众 恨不得拿放大镜看 主持人大笑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 接下来 我们就请出这次 神尊十大风云人物的 第十名玩家 时光的羽翼 欢迎时光的羽翼 被大家选为十大风云人物 大家掌声欢迎 时光的羽翼上台 主持人话音一落 观众们伸长了脖子 往贵宾席看去 果真看到了一个 穿着白色运动衣的男生 从第二排起身 大屏幕上 播放了一段 时光的羽翼 在神尊游戏里的精彩操作 他玩的是绝情宗 一刀斩技能 使得炉火纯青 各种打斗动作 也是流畅不已 游戏中 扛着大刀 霸气侧漏的大神 时光的羽翼 居然是一个 一笑就露出 两颗小虎牙的小可爱 众人差点跌破眼镜 这么小 上高中了吗 小可爱 挠了挠自己的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 说了一段感谢的话 有请咱们 盛世游戏公司的副总 王涛先生 上台为玩家 时光的羽翼 颁发证书和奖品 游戏营养仓 体型庞大 自然不能直接领取 上台的玩家们 收到的是各个高层 颁发的一个水晶卡片 届时 游戏公司 会直接将奖品 寄送到对方家里 除了时光的羽翼 第四名到第十名的 风云人物 也纷纷让观众们 大吃一惊 真人与游戏里的差别 果然很大 尤其是 这里面的唯一一位女玩家 飞舞的长发 在游戏中 是出了名的大美女 可谁曾想到 真人居然是个矮胖冬瓜 那张脸隐约 可以看出 几分游戏里的影子 但也差得太多了 若非玩家们期待 看到女神的真容 凭飞舞的长发 凭实的操作 这还达不到 前十名的高度 如今 这惊喜却变成了惊吓 有玩家 直接嚎了起来 这不是我的女神 这不是 这不是 飞舞的长发 倒是落落大方 直接坦诚自己 将容貌 上调了百分之五十 这么做是为了 让自己在游戏里 更加自信 我若冒上调 百分之五十的事情呢 并非秘密 相信百分之八十的 玩家都知道 所以我不曾欺骗任何人 感谢神尊 让我变得越来越自信 不管大家如何看我 我会一直这么自信下去 片刻静默后 观众台上 突然有人吹起了口哨 大喊 飞舞的长发 你永远是我的女神 在第二名 仗剑走天下 上台之后 气氛达到了全城最热 名牌大学的学霸 校草一出场 那阳光俊逸的脸上 瞬间引起了一阵 欢呼尖叫 主持人 显然是个调节气氛的高手 三两句问题 就让那尖叫声 一波未停 一波又起 接下来 有请我们科室集团的科总 为玩家 仗剑走天下 颁发证书和奖品 主持人 突然高声宣布 仗剑走天下的真爱粉 脑残粉们 一听这个 全都激动了 我靠 是谁 科室集团的科总 大神就是大神的 居然由老总亲自颁奖 并列第一的那两个 辣眼夫妇啊 果然是假大神 连老总都不承认 主持人话音刚落 众人纷纷地 朝贵宾席第一排看去 就在这个时候 贵宾席位正中 一位身穿黑色定制西服的男人 优雅气深 他这一站起来 观众们的眼睛都看直了 我靠 好高啊 这接近一米九了吧 还是传说中的九头身 身材真的吗 男人不疾不虚地迈着步子 姿态优雅而高贵 那气质 不愧是科室集团的老总 等到这位科总上了台 正脸面对大家 那张英俊无比的脸 出现在两侧大屏幕上 放大再放大 一双犀利的眼睛 看向前方 众人齐齐张大了嘴 我靠 知道科室集团的老总 可以莫年轻多鸡 但完全不知道这么帅啊 真的妈的 能去当世界迷魔世界巨星了 看直播的观众们 也不淡定了 纷纷刷起弹幕 啊 甜甜甜 帅酷啊 妈妈问我为什么天平 因为我血糟一口 虽然不想承认 但我家健健跟他站在一起 完全被比下去了 泪幕 科总 科总 床上一趟好 快来宠心我 科以莫 也就是血鸣 走到周盛阳面前 取出了李小姐托盘里的证书 和水晶卡片 周盛阳朝他点点头 伸出双手 接过证书和水晶卡片 表面很镇定 内心却有些小激动 他觉得 虽然神尊全息网游 是技术部研发出来的 但若是没有这位科总的高瞻原主 当初力排众议 大力扶持网游 也就不会有现在 神尊的火爆 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领导者 和决策者 眼前这个人是前辈 也是他学习的榜样 血鸣扫他一眼 声音平淡 没有多余的感情 表现不错 继续加油 谢谢科总 我很喜欢神尊 也很崇拜 将神尊做出来的您 血鸣对了两秒钟 突然意味不明地笑了声 喜欢就好 以后我们可以在游戏里切磋一下 随时恭候您大驾 周盛阳笑着硬倒 心里却有些纳闷 莫非这位科总也在玩神尊 这样一个大盲人 有时间玩游戏 周盛阳转念一想 大概只是那种初级的程度吧 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老总 竟能亲自进入游戏体验 难怪会如此成功 等到血鸣扳完奖下台 还有很多观众直勾勾地盯着他 视线随着他走动而移动 直到这个男人入座 众人才挪开了视线 轩轩 我要去下一世了 别忘了这一世我对你说的话 放心 我记住了 等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 带上咱们的孩子 一起周游世界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再见了 这一世的血鸣 我记住了